专访,中共系统性干预外国大学自主,最近美国掀起是否因为中共影响力建增,而使学术言论,出现自我审查的讨论。 这个现象不止出现在美国西班牙和台湾会学的郑夏尼,是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讲师。2017年底,一桩西班牙中国大使馆打压台湾文化日的事件让他投入研究,中共政府如何在全球影响学术自由干预校园自主。 目前在台湾大学政治系访问,的他接受德国之声专访,西班牙学者郑夏尼8月25日在个人推特,公布去年10月中共驻西班牙大使馆,给萨拉曼卡大学的信件。 信韩妹要求学校取消台湾文化日也要大学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德国之声,可以简述一下去年的事件。 马正夏尼去年10月,我们三位做台湾研究的讲师主办台湾文化日,在萨拉曼卡有各种研究群办的文化日,像是日本研究群也有日本文化日,中国研究群也有中国文化日。 各文化日都会请该国代表出席致辞,17日开幕时我们请了台湾驻西班牙大使科森要出席,结果社会科学院院长室,在23日收到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电子邮件,要求学校取消这个活动社会科学院长召集我们开会。 后来校长也和马德里中央政府联系询问处理方式,经过讨论,为了不要激怒中国,相关公开活动遭到取消。 德国之声当时学校的反应,是什么正夏尼相关人员都很害怕惶恐,担心北京会报复学校。 这是西班牙第一次发生这种事学校没有过这种经验,我们也是随后活动,遭到取消我们都感到很失望大家花了几个月筹备,却因为这样就被影响。 虽然有些人会说学校立场不够坚定可是我不这么想,连西班牙中央政府都抵挡不了中国的压力赛拉曼卡大学又怎么会有办法。 我觉得应该关注的是中国在世界上系统性的干预,还有造成各大学校员自我审查的现象。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德国之声,为什么没有在去年就针对此事发生正下迷? 去年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听说其他国家也有遇到类似状况。 我在西班牙时,试着在一些研讨会上提出中国干预学术自由或校园自主的问题但是常常被打断,说是我太多疑了不需要花时间讨论。 我原本也以为只是单一事件,直到我今年二月来到台湾跟许多研究中国影响的国际学者交流后,才发现这样的案例频传。 我也才决定要全面公开相关的资料,为的就是留下记录。 下次如果在有学校承受中国的压力,使他们会知道要如何面对和处理。 中共与西班牙外交关系友好两国互访频繁。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2018年11月,访西班牙图为2011年时任中共总理的立刻,想与时任西班牙总理的萨帕特罗和影德国之声西班牙政府,对于类似议题的态度是什么? 正向你西班牙政府相当亲中,这是有历史背景的根据我研究的历史资料。 在天安门事件后欧洲国家一致通过,要制裁中国包括禁运武器。 西班牙政府当时就有记录显示,要利用这个机会跟中国交好,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之后。 在欧洲经济衰退时,也多以赖中国在2010年也是西班牙政府轮值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时,没有与其他国家讨论,就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 另外本来,2014年,西班牙最高法院、法官,下令发布对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总理李鹏和其他被指在西藏,扮有反人类罪行官员的国际逮捕令。 之后西班牙政府在保守党当政时也撤回。 虽然新的社会主义政府上台之后,有可能重新发出逮捕令,但是今年11月,习近平将访问西班牙,这是13年来第一次有中共领导人访问西班牙。 值得关注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有关台湾。 西班牙是第一个将台湾嫌犯递件引渡,到中国到欧洲国家,连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都发布新闻稿。 关切还有,现在台湾在国际赛事上使用的中华台北,就是1980年来自西班牙的奥会主席萨玛兰奇,王安tonio Samaranch参与协商,提出的他也是北京主办2008奥运的重要推手。 另外2009年高雄市大运,一度被取消也与他有关系,在中国甚至有他的雕像,还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赛马兰奇在1978年首次访问,中国后大力,支持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发挥作用。 他过世后中国天津,还成立了他的纪念馆,德国之声。 在中共大使馆的信件中,他们试着要将台湾问题比作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问题,你怎么看正下你? 台湾和加泰隆尼亚的议题完完全全不一样。 中国利用西班牙政府对于加泰隆尼亚议题的恐惧来帮北京宣传,这种类比没有任何根据。 西班牙政府并没有用2000枚导弹对准加泰隆尼亚,西班牙也没有针对加泰隆尼亚在相关水域进行军演。 中国对西班牙这种宣传也缺乏事实,知识台湾跟加泰隆尼亚不一样,是事实上de facto的国家有自己的货币、军队、股市、海关、市场经济。 这些加泰隆尼亚都没有说起来,西班牙跟台湾还比较相像,都是第三波民主化的民主国家,有由山而下的民主进程,和平的政权转移。 也同样关注转型正义,按照法治尊重公民自由和人权德国之声,你在台湾的研究还有什么新发现吗? 正下你,我关心的是中国如何利用小实力、smart、power或是政治干预拓展影响力。 我读了很多相关的报道和文献前面谈了很多台湾的议题,但是中国的干预不止于此而是系统性的。 在我的研究中分析了许多案例像是2017年2月英国杜伦大学,同样收到中共驻英大使馆的信件。 抗议杜伦大学,邀请批评中共人权的怀疑加拿大人权捍卫者林耶凡,要求校方取消活动,以免伤害中英两国关系。 还有像是加州圣地牙哥大学,想邀请达赖喇嘛到毕业典礼演讲,也遭到中国报复。 还有在2014年欧洲汉学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EACS第20届双年会,在葡萄牙布拉加举办时, 中国国家汉办主任许林,当场要求,将所有大会手册上有关奖金国基金会的介绍。 整页思取引发与会国际学者不满。 这些都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互有相关的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许多人谈到台湾独立,可能性时常以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对比。 中共政府也用此对西班牙政府进行反宣传,但郑夏尼认为两者天差地别。 我来到台湾做研究之后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带我打开视野。 我在西班牙时没有人为了中国干预事件,跳出来,讲话媒体,也不关心当时让我感觉到相当孤单。 某种程度我觉得这让我了解台湾人的感受,但是美国政治学权威学者戴亚门、Larry Diamond的访谈时鼓励我把去年的事件公开记录。 还有常驻,在台北的加拿大记者扣逆江麦克科尔,和同样研究中国影响的纽西兰学者布雷迪、恩莫里·布莉迪,都是我在台湾认识并给予我支持的人德国之声。 为什么你最近开始不断为了此事发生? 正像你在台湾,我参加了开放文化基金会,东亚对抗假资讯研讨会,会中很多来自亚洲的国包括印尼、越南、柬埔寨、菲律宾。 非政府组织代表谈了很多国家干预的实力,像是柬埔寨代表谈到中国如何以选举观察的方式影响柬埔寨大选。 因为许多是社敏感主办单位,要我们用黑白两色识别带区分黑色是不能暴露身份的。 白色是可以的我当时突然领悟,能够选择白色识别带的我是多么幸运。 一边听着与会代表,分享着他们辛苦的倡议行动,还有危险性我心想,怎么能够不站出来比起这些冒着生命危险的人? 我怎么能不发声德国之声? 如果下次你再遇到相似的事件,会怎么处理正下迷? 我会公开要求学校,西班牙教育部和中央政府拒绝中国政治干预,我也会向大众公布这种事件。 我们是有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大学校园不能因此自我审查。 在西班牙旅游收入中,来自中国的收入高达2580亿美元比美国和邻近的德国,英国和法国都高出许多。 在西班牙旅游收入中,而言许多。 在西班牙旅游收入中,在西班牙旅游收入中,在西班牙旅游收入中,而言许多。